人们在生活中免不了出现认错人的尴尬时候,即使是同处娱乐圈的明星同行们也会因为生疏而认错人,叫错名字,最终闹出笑话。 前不久,于浩铭正巧在机场碰上了刘烨,歇喜之下一把上前抱住刘烨,谁知刘烨似乎完全不认识于浩铭,甩开他扭头就跑,而一旁的经纪人也是对他进行阻拦,此事弄得于浩铭尴尬不已,而这一幕被媒体抓拍到后也迅速引来很多争议。 不过后来刘烨专门解释道,两人是平常没事就一起喝酒的好兄弟,只是当时没看清是于浩铭,再说当时他也没说自己是于浩铭,因此造成了误会。 成龙大哥就曾经透露时常把两位大美女范冰冰和李冰冰弄混淆,总是叫错名字,弄得两位美女相当尴尬,为此抱怨不已。 之后成龙为了再避免此类错误,于是索性叫两人冰冰,这样一直就不会叫错了。 成龙大哥不光认错两位冰冰,对于当前火爆无比的小鲜肉们也是有些不熟悉,时常把当猴人妾偶像吴亦凡说成是胡亦凡。 更尴尬的是,有时碰了面,还将他错认作为另一个小鲜肉李亦峰。 当李亦峰的名字叫出后,气氛往往变得很尴尬。 当然,后来成龙还是主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,在节目中对吴亦凡送出大拥抱,并向媒体大赞其,前途不可限量。 国民闺女的关晓彤也曾经眼盲过,在一次活动之中被问到对苏友鹏的印象时,关晓彤冒出一句,没看过环珠格格,也不知道苏友鹏。 更表示要上百度查查才知道,直接让全场大颠眼睛。 主持人直接打句说,头一次听说圈中有人听到苏友鹏的名字还要百度的,不过面对这种尴尬,苏友鹏却这样回答,我资料那么多,看完应该要很久吧,不过我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。 反击的相当精彩,当即让全场纷纷为他点赞。